嗨 各位 大家好 喔 不對 換件衣服先 啊 舒服多了 喔 戴髮了 這就是我上一個視頻的形象 我在留言裡面看到有一些問我是怎麼調色的 其實很簡單 那我就用兩分鐘來簡單講一下我平時怎麼做的吧 BOOM 好 開始 我平時呢就是套一個Loss上去 Loss其實就是我們拍照裡面的濾鏡 在視頻裡面只是換了一個說法 就像我們手機裡面的濾鏡一樣 我們可以切換不同的濾鏡 然後呢可以看到不同的顏色效果 我們就可以拍照 然後我們打開Final Cut Pro 這是我之前拍的一個視頻 然後我們選擇一個空鏡頭來試一下 我們就選擇一個第一個空鏡頭吧 放了原始素材在這裡 調色前和調色後 這是我常用的一個Low的 然後我們打開它 這是我常用的一個Low M31 打開它 簡單調一下對比 看一下效果 就是這麼簡單 喔 講完了 搞完了 那個講完了 OK 還剩下一分多鐘講解什麼好呢 呃 對了 比起調色 一些基本的燈光設置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現在這個房間 並沒有非常華麗的燈光 只有幾盞台燈 喔不對 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燈 就是窗戶光 作為我的燭光 這裡是窗戶 窗戶是作為我的主光 在我的左側 在我的左側 在我的右後側有一個補光 也就是我放了一個台燈 在這裡作為一個補光 在我的背後 也就是我的床頭的位置 我放了一個燈 它作為一個背景燈 可以點亮我的背景 同時也是作為一個輪廓光 對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把人物和背景拉開 製造出一些空間感 就像現在這樣 我的人物是實的 背景是虛的 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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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為什麼我們需要空間感呢 空間感可以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 就像我們平時拍照一樣 我們喜歡拍一些 有延伸感的小巷 和一些街道 如果我們拍了一個畫面沒有空間感 就像拍一封白牆一樣 非常堵 會讓人有一種非常難受的感覺 很難受的感覺 今天好像說了一堆 不知道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今天我只是想跟大家 簡單交流一下 就是找一個理由出一下鏡 Yes 出鏡了 Yes 出鏡了 其實網上有很多Lodge 我們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但是有些時候 放在我們自己的素材裡面 總是覺得不對勁 覺得很奇怪 可能就是因為你的一些 基本的燈光的問題要導致的 也有可能就是 你那個Lodge就是很難看 對吧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視頻的話 關注一下 將會有更多的視頻會上傳 謝謝 Peace 謝謝 謝謝 特別정을 跟我們一起觀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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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